走進憲光二村一尊八米高的巨龜赫然 矗立在仿射前吸引民眾搶拍 2022次桃園地景藝術節 即日起到9月29號 在龜山區盛大展開 今年主題是回歸 分別在上下龜山地區展出23件公共藝術裝置 涵蓋龜山獨特地形和人文故事 融合龜山歷史記憶和特色 而在這次的藝術節中 最大的亮點莫過於憲光二村的 龜吉拉的守護這項裝置藝術 用竹編和竹肉所搭介而成的巨龜 不僅象徵著對歷史和未來的守護 微彎的雙腳和稍微離地的尾巴 生動展現了龜吉拉的動態美感 尤其這件作品在夜晚的燈光下 更能投射出美麗的光影 信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尤其在憲光二村裡面 有一件叫做龜吉拉的守護 它是一個非常巨型的 烏龜形狀的作品 那是由八位藝術家共同創作 那因為它是由那個 用菜籃子 竹編的這個材料來製作 量體非常大 那因為它是依靠在 現光二村裡面的舊眷社 所以呢它是一個守護文資 守護歷史 而且守護未來的一個象徵 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而由藝術家和在地社區與學校 共創的人文地景作品 散佈在夏龜山的烏龜公園內 上龜山的桃園酒場和體育大學 也有許多親子主題裝置 都十分值得一看 那二十三間裡面呢 除了藝術家的獨自創作之外 還有有藝術家帶領社區 學校民眾一起創作的 社區共創的這個作品 都非常值得一看 那上龜山呢 是在體育大學桃園酒場 桃節的A7跟A8兩個站 然後再加上福隆飯店裡面 也有一個展示 還有長根轉運站 也有一間 那下龜山的部分 就是在中正公園 還有現光二村 還有我們龜山故事館 那非常歡迎市民朋友 一起來欣賞 不容易創作出來的 這些藝術作品 歡迎市民朋友 找時間跟著家人朋友 一起來欣賞這些作品 另外藝術節中 另一下看點是 大型光雕展翼的 量子彙景落水 以米倒酒的釀酒過程為靈感 帶來一場多感官的沉浸式體驗 觀眾將在迷霧森林中 探索靈感之酒 透過互動裝置回答問題 與瞻眼一同發酵成熟 此外精彩的各式表演活動 讓每個週末都有主題演出 要讓遊客享受音樂和藝術的饗宴 在桃園酒廠裡面 有一件藝術作品 它是光雕的呈現 那它是從種子一直釀酒 到酒的產生 這樣一個生命的過程 那會讓民眾感受到 從無到有 從青春到年老 那種生命歷程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光雕呢 還有配合那個光影的演出 會有清酒噴霧的這個感受 所以也是一件非常 可以讓你用五感去 體驗的一個藝術創作 也非常歡迎大家到酒廠 親自來體驗一下 今年桃園地景藝術節 不僅是一場視覺的盛宴 更是一場探索龜山文化的旅程 文化就期盼大家在欣賞藝術的同時 也能更深入了解這篇土地的故事 借我留情看不到